哈喽,我是老雷 这个,我本来要用一个,要搞一个波罗桃 结果是鸟巢,是不是 我不是说了吗 一部分女权处理者 我总被让她们不高兴了,不好意思 或者是,其实我也没有不好意思 我觉得哪些人不高兴了,就不高兴了 我想说的,我都会说 可能会有一些误会吧 我已经发到推特上去了,说 我总被让一些女权处理者不高兴了 一群男的,怎能高兴了 想不懂 我说是一部分女权处理者,我一会再给你们说了 但我要先警告你们 我这个视频里面呢,或许 或者是肯定,会出现一些很 我会说一些很难听的话 特别难听的话 从道理来说难听 从用词来说难听 我自己听着也会听得不舒服 说的更不舒服 但是我还是要这样说 我希望你们听完了之后呢 就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说 不想听的话就别听了吧 从哪里开始说 因为我不会写稿 对不对 我不会这么准备 就自由发挥嘛 我就跟你们讲我为什么想到的这个话题 其实可能有两三周吧 我在Instagram有一个关注的一个网友吧 一个女性来自中国 一个女权处理者 对她挺有好感 现在意义都在有好感 我已经跟她说了 我准备录这个视频 会提到她 我有的时候会跟她聊聊天什么的 都都没有问题 前段时间呢 我发现她转发了一个 就是在她的story里面呢 转发了一个一段一个视频 就10秒15秒钟 那个视频呢 来自一个美国的男性的脊右派 那种特别特别保守主义的那种 那种KOL 那个人叫Matt Walsh 你要是不知道的话呢 你可以先去搜 再回来再听 或者是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那个Matt Walsh 你或许看过他的视频 如果说你会关注美国的一些市政的话呢 几右派 那些特别保守的那些 他们有一个那种 一个圈子 那些KOL 一些什么 像比如说 Joe Rogan 他会否认自己是右派 但是其实是 Dave Rubin 也会否认 其实也是 Jordan Peterson Sam Harris Douglas Murray 然后有Ben Shapiro 然后Ben Shapiro呢 他有自己的一个 一家媒体 叫Daily Wire 他自己搞的 跟另外一个投资人 然后那个上面呢 有一些 比如说Candice Owens 或者是这个Matt Walsh 就是他们会 互相炒作 互相吹棒啊 然后就搞一个那种 自己的一个小的那种圈子嘛 那个Matt Walsh 你或许看过他的一个视频 他会坐在一个 好像某一个什么 美国的一个 一家名牌大学 门外或者啥 我也不知道 我忘了 就可以在哪 一个什么步行街 我坐在那 在一个桌子上 然后就会说 Change my mind 就好像他要辩论的样子 他会给你看一些 他会说一些 非常极端的一些 一些观点 然后跟一些路人 跟他们辩论 Change my mind 把它录下来 发到网络上 然后其他的那些圈子里面 那些 他们会抓去他呀 什么的 就那样炒作 Matt Walsh 最近呢 大概有 一个月之前吧 一两个月之前 他弄了一个视频 在那个The Data Wire Shapiro那家媒体上 那个视频叫 What is a woman 什么是女人 那个视频 他们非常非常 希望他活 所有那些 那圈子里面的人 尤其那些 属于The Daily Wire 那些人 比如说Shapiro 比如说Owen 就是那些人吧 像比如说Shapiro 他把自己头像 都改成了那个 那个片子 他的那个封面 就是他们如此希望 大家都关注 他们那个片子 What is a woman 由于他们是 极右派 特别保守的那种人嘛 他们对 各种 他们所认为的那种 自由派 Liberals 特别有意见 就是各种LGBTQ啊 各种女权啊 各种 比如说 对难民啊 他们有一些比较 或者是对外国人 有一些比较保守的一些 或者是对社会福利 有一些比较保守的一些观点吧 那么这个 What is a woman 他的重点 他其实唯一一个 这个话题 在于 Matt Walsh 他会 撞作自己是个记者 其实不是记者 对吧 就是他是一个 自由媒体人吧 你要这样说吧 不是说好像说过什么 培训的或者啥 他会拿着一个麦克风 然后到处跑 采访一些路人 采访一些 一些专家什么的 采访一些 科学家什么的 一些大学里面的人呢 一些其他 一些记者啊什么的 会问他们 什么是个女人 What is a woman 因为 他反对 跨性别 就是最近不是 性别研究 Gender Studies 在 尤其在西方世界 或者是所谓的西方世界 对不对 比如说欧美 发生了一些 可以说一些发展 对不对 在他们那些研究当中 就发现了 好像 就是 性别 我不知道中文这么分 就是英文有 Sex 和Gender 对吧 就是有一种 生物上的一种 Sex 但是也有一种 社会上的一种 Gender 对吧 那么最早 都有 40年前吧 人们发现了 其实 这个 生物上的这个Sex 和社会上的这个Gender 有的时候 他不是 他不同意 他有一些区别 有的人可能是 生物上是个男的 但是社会上 或者是心理上 是个女的 就是他们会那样研究 然后最近发现 其实 连生物上的这种Sex 他也比较 多元化吧 就是 你要怎么定义 什么是个女人 或者什么是个男人 如果说 问我一个 没有 对这些没有研究的 一个路人吧 我在那散步 你问我 什么是个女人 我可能会 我不是说我老雷 对吧 但是随便一个路人吧 对这个完全没有任何 没有思考过 这个问题的人吧 他可能会想 哪个女人吧 就大概就是 身体比较高一点吧 然后 可能身材比较苗条一点吧 然后可能会长发 可能会心理比较温柔一点吧 然后 不是还有秘密吗 然后这个身材可能比较那个S型嘛 然后有一个有阴道嘛 然后有一个子宫 对吧 然后可以生小孩 那那个就是个女人嘛 但是如果说更具体说 当然也不是所有有长发的人 都是女人 对不对 也不是说 好像你比较苗条 你就是个女人 然后 这个 硬道也可以做手术 对不对 那子宫的话呢 其实 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 这个 我们要看更 怎么说呢 更具体的一些 更生物学有关的一些 细节 就是一些 比如说那些Chromosome 不知道Chromosome 中文怎么说 但是你大概懂了 对不对 就是人们有一些Chromosome 一些基因上的一些那种 那种信息 对不对 那么看了 发现了 好像男的是有XY 然后女的是没有这个Y 它是XX 对不对 好像是这样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或者是记错 但是问题是 后来他们研究 他们发现了 其实连那个都是 就是有的时候 有一些人不是很多 但是有一些人 他在那个细节上 也会混乱 那就是 就是说 对于一个路上的人 你要问他 什么是个女人 他可能就指着说 我妈是个女人 我妹是个女人 或者是 我是个女人 或者是 她是个女人 但是你要问他 那么具体这么定义 他也知道 最近这些 性别研究 他好像 就是发现了这个 整个这个话题比较复杂 但是自己没有研究过 所以说 就可能会跟你说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对不对 具体怎么定义 这是我们 感觉上我们都知道 但是具体怎么定义 比较难 于是这个 Matt Walls 以及他的那些火担 那些挤油派的 那些特别保守的那些 他想证明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已经被一些跨性的人 以及一些支持LGBTQ的一些人 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自由派 被他们玩烂了 已经 已经我们这个社会 已经不正常了 本来那么简单的话题 就是什么是个女人 她是个女人 什么是个男人 她是个男的 对不对 就是男的有屌 女的有 我都不想说 被那些人 搞得如此的复杂 如此政治不正确呢 现在玩到那种地步了 你随便问一个路人 他也不敢跟你说了 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或者是你问一个专家 那个专家会跟你说 哎呀 这个问题很复杂呀 要看钢丸技术啊 但是也不要看呀 要看那些Chromosomes 但是那也不够啊 要看有没有子宫 但是那也不够啊 就说的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学过 就是上过一些 一些怎么说的 学术上的一些 一些问题 一些课 你会发现 其实任何一个问题 你只要学书画 你只要在一个大学环境里面 认真学习的话 你都会发现 哎 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 表面上很简单 但是实际上很复杂 越研究越觉得复杂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Matt Walls 不只会问一些路人 也会问一些专家 那些专家呢 给的答案 当然听着觉得 你能不能直接说 到底什么是个女人呢 但是因为 由于他是 性别研究的专家 对不对 他给不了那种答案 于是整个那个片子呢 Matt Walls拍的那个东西 他就这样证明 所有那些人都是扯淡 都有一种 然后现在是一个 关键的一个词 叫gender ideology 就是性别意识形态 他们想把西方社会 或者是全球社会 那些自由派的人 以及那些跨性别人 LGBTQ那些群的 那些圈子 他们想把整个社会 搞得一片混乱 就是用一种 性别的一种 意识形态 控制人们的心想呢 让他们连男人和女人 都分不清楚了 那些 挤右派的那些 像Matt Walls Ben Shapiro那些人 他们会这样说 就专门拍了一个 我没有看全场的一个片子 因为他在Daily Wire上 我不想给他们钱 对不对 当然我看了一些 YouTube上的一些片段 整个片子都是那个 大概都是这个内容 就是 他们想证明 自由派把美国 或者是 那个片子就是关于美国 把它挖烂了 用这种性别意识形态 gender ideology 好 说那么多 我的那个女性朋友 那个来自中国的 在国外的一个女权主义者 她转发那个片段 她那个片段正好是那个Matt Walls 在那采访一个专家 说到底什么是个女人 你能不能跟我说 那个专家就说 这个很复杂 然后那个Matt Walls就说 你说一个会下蛋的一个鸡 它是母鸡还是碰鸡 然后那个专家他会说 那个鸡跟人还是有点不一样吧 就是鸡他没有那种自我定义 没有那种gender的那种定义 什么的 然后Matt Walls就觉得好 你是扯淡 把这个读下来了 发到网络上去 然后我那个朋友 那个网友 把它转发了 我那个时候看着我 我就跟他留言 我说你转发Matt Walls的东西 什么意思 这是你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 你转发那种人的东西 你什么意思 然后他说 我不知道Matt Walls 但是我就是反对那种gender ideology 那种跨性别 那种所谓的性别意识形态 意思就是说 他转发的意思不是说 好像要讽刺那个Matt Walls 他把一个学术上的一个 很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对吧 就像我刚才说的 而是他是正面的支持Matt Walls 虽然他不知道Matt Walls是谁 我就发现我的那个网友是个Turf Turf 我现在我还没想好 我的这个标题怎么起 但是肯定要把Turf 这个词放进去 Turf Turf是 Trans Exclusional Radical Feminist Turf T-E-R-F 就是排斥跨性别的寄进 女权主义者 或者是女性主义者 Turf 我从现在开始就说Turf吧 那么 哎 有个花生 我刚才是花生 我的那个 那个朋友 我说你 你难道是个Turf吗 你难道反对 跨性别人吗 然后他说 反正他支持的一个 哎 我忘了名字 也无所谓 我不想点名 一个 他的一个女权主义的一个偶像 当然是个女性对吧 一个比较 好像是比较老派的一个偶像 他就是批评那些女 那些跨性别人的 那基本上就是个Turf 我去搜 他跟我说的那个偶像吗 因为我不知道 去搜 我看看那个人有什么观点 那个人 他就是个典型的Turf 那个人 虽然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 一个女同性恋者 但是对于跨性别人呢 就是男 跨女 男变成女的那种跨性别人呢 他的定义 他说过 公开说过 他说那是一种 parasite 一种害虫 就是男的 装称女的 他就是一个女 看起来会像女性的那种 身体里面的一种男性 就是一种parasite 一种害虫 这个就是典型的一种Turf 排斥跨性别的 激进女权主义者 我为什么最开始说 我说有一些 我在那发我的Twitter 有一些男性在那摆高兴了 对不对 他们以为我好像不喜欢 女权主义者 Nope 我支持 他们以为我好像觉得 好像有一些激进女权主义者 太过分了 或者是那些极端女权主义者 或者是有一些人会说 跟我说什么田园女权 或者啥 那些 我都没有任何问题 我老雷 我觉得 我不敢说 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对吧 我肯定还有一些 大男子主义的一些那种思想 肯定的 但是 我觉得我们看看自己的那些历史 父权制的那些历史 几千年 就是 其实 可能很多人觉得 各种努力制 或者是 独裁 或者啥 那些是比较老的一些 一些管理 社会的一些那种体制 一些模式 对不对 其实 我认同 女权主义者的一种说法 其实 父权制 是最早的 最早的 尤其那些 耕耕田的那些社会 就是我不知道 agricultural society 怎么说 就是那些 定居的那些社会 游母稍微好一点 但是尤其定居的那些社会呢 一定居了之后呢 就变成了 父权制 或者是 把之前的那个 父权制更加 加强啊 父权制 是我们人类的 比较 或者是 有可能是最早的一种制度 一直是 男人在上 女人在下 各种借口 哎呀 我们要保护他们 我们本来这个力气比较大嘛 各种借口 我都不想说了 反正这个父权制 它一直存在 而且到处存在 你可以 当然可以跟我说 好像有一些 云南啊 好像是鲁钩湖 还是什么湖边 有一个那种 母权制的那种社会 有 其他的地方 偶尔也会有的 但是 大体来说 我们这个地球 你要是 让一个外星飞过来呢 他会看到了 一片都是父权制 有一些地方 可能是 比较淡化了 因为有的一些 有去 19世纪末 和20世纪的一些 最近的一些发展 对吧 比如说 英国呀 80年代有一个 女总理 或者是 德国不是最近 有一个女总理吗 16年的market 或者是新西兰 如此类的那种 那种人也存在 对不对 或者是 我们可能会 立法呀 搞一些支持 支持女性啊 各各方面的 但是 有一个社会 完全达到了 我不行 我不行 就算 法律面前 官方达到了 但是 心里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不敢说 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因为我觉得我 心里 肯定还有那些 负权制的一些东西 我 我肯定有一些 大大字主义 一些东西 这个不是说 好像 我是个坏人 我或许是 但是 这个就是 很难脱离的 对吧 可以 注意到 可以反思 努力 但是不要紧了 好像我们已经OK了 就是好像 德国有一个女总理 所以我OK了 好 说那么多 我为什么要骂那些 Turf 他们 作为激进的那种 女权主义者 对 就是极端的那种 女权主义者 对男性 有特别大的那种意见 我理解 我不是不支持的 我说过之前 我觉得这个 我们这个社会 我为什么支持那些 极端的那些 女权主义者 因为我觉得 我们这个社会 它的这个 Power Balance 我可能现在有 用一些英语 我们这个Power Balance 像个那种 Pendulum 对吧 像个种里面的 那个 吊子的那个东西 那么 我们这个 权力的这个平衡 他一直 偏向我们男性的 对吧 权力在我们这 就是如果说 中立在 在中间 权力偏 偏向我们这 一直都是这样 那么现在呢 有一些社会 可能达到的这了 达到不知道 下午五点 对不对 但是 没有达到 中 中间 这个 晚上六点 更别说好像 七点八点九点 对不对 像女性那边 你要是想 改变 这个现象的话呢 作为女性 作为女权主义者 我认为 你不能 追求 中立 你不能追求六点 你追求了六点呢 我们作为 父权制 我们男性呢 我们可能会让步 一点点 我们就 哎 搞一个Compromise 这个Compromise 可能是四点半 五点 五点半 但是你达不到 这个六点 你要是真的想达到六点的话呢 你要要求七八点 你要用力 要求 那样的话 我们可能会跟你说 哎哎哎哎 可不可以六点 可不可以打一个compromise 六点 这个是我 我一来的一种 或者相来的一种 我对这个事情的一种理解 所以说我 我支持那些 激进女权主义者 为什么我要骂那些turf 那些排斥夸性别的 那些旅权主义者 因为我觉得他们蠢 现在开始难听的 但是我真的觉得 他们蠢 他们蠢在哪 他们蠢在于 可能 可能是 是一种优质吧 是一种单纯吧 就是 他们被利用了 他们允许 其他人 利用自己 因为他们没有 思考过 更别说 他们没有了解过 负权之 哎呀 我这句话 应该早一点说 有一些女权主义者 他可能会认为 你凭什么一个男的 就算你有这个 长发或者啥 你凭什么 聊我们这些女权的事 你有什么资格吗 你又不懂 对不对 是的 我现在不是说 好像我 我已对自己 对女权的这个理解 要给你 man's plan 女权主义 我不是的意思 我是因为 我是个男性 对负权之 还是比较了解的 我属于的这个体制 就是负权之 尤其因为我有屌 对吧 我们各种屌们 这个体制是我们搞的 为了我们自己设计的 这个体制我了解 我认为 基金女权主义者 或许了解负权之 或许不了解 但是我支持 TURF不了解 那些TURF们 他们不了解负权之 所以说呢 我准备 以 我准备代表 负权之 教育他们一下 或者是教育你们 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TURF 会愿意听 我在这说 所以说 我准备说一些 不是自己观点的话 我希望 不会忘 每次都要加一句 我们 负权之 是怎么认为的 而不是说 我老雷是怎么认为的 因为我会说一些 非常难听的话 好 我为什么觉得 那些女权主义者 他们 或者那些TURF 他们不了解负权之 因为 他们把 注意力 放在了 跨性的人身上 你 我认为 你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 作为一个女性的 一个女权主义者 你应该 首先 你应该搞清楚 你的敌人是谁 敌人是谁 我们 我们这个负权之 有屌的 我们负权之 是你的敌人 我们高高在上 认为这是一等人 我们认为 你们是二等人 负权之 是这样认为的 男性是一等 女性是二等 还有其他的 但是你们只是二等 你们应该 把所有的注意力 放在我们身上 我们在上面呢 你们往上面打 而不是说 你们把注意力 放在下面了 一些 拜托 一些跨性别人了 你以为 就是 那些女权主义者 我后来 我明白 他们 他们为什么 会排斥 跨性别 包括那个 Matt Walls 在他的那个片子 也会这样说 他会假装 好像是 他拍那个 What is a woman 什么是女人 那个片子呢 他会假装 好像他是为 为女性考虑的 好像 因为 一些女性呢 一些 跨性别的 一些 男性变成女性的 那种跨性别人 因为他 比如说 他们可以 上女性的厕所 所以Matt Walls 就会很担心 那些跨性别人呢 本来是男的 打扮成女的 或者是 做手术 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 进了一个 女厕所 会不会去 威胁 或者是 让一些女性 不舒服 或者是 甚至 抢见她们 他会假装 好像自己 担心的是那个 他会假装 好像自己 担心 比如说 美国监狱里面 你要抓了一个 跨性别人呢 你把他放在哪里 对吧 这个是一个 实实在在的一个问题 你抓了一个 一个 自认为是 女性的一个人 本来以前是男性的 可能都做过手术的 你说 你把他跟那些 男性的那些 犯人放在一块吗 在监狱里面呢 那可能 也不安全 对不对 你把他跟那些 女性放在一块 有可能 也不安全 Matt Walls 好像会 会很担心 如果说 你把一个 跨性别的 一个男 本来是男性的 一个女性 放在监狱里面呢 他会不会到处 抢肩呢 Matt Walls 会假装 好像很担心 那些 跨性别的 那些 本来是男性的 后来变成 女性的那些 那些人 他们会参加一些 女性的一些 体育比赛 比如说 跑步啊 游泳啊 这次类的 会不会 因为他们 以前是男性 所以说 他们这个 高丸技术 比较 比较高 比较多 所以说 而且比较 可能比较壮 对吧 整个身体嘛 所以说 他们可能 比较容易 拿到冠军 所以说 这个就是 对女性 不公平 对吧 那个Matt Walls 就会用这种 这种 好像假装 自己为女性 考虑的一些 那种观点 在那说 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排斥 那些跨性别人 以及支持 他们那些 自由派的 或者是那些 LGBTQ 我为什么 觉得那些 Turf 他们好像 蠢 他们好像 被他利用了 被他 其实就是说 说白的 就上当了 因为 那些人 根本不会在乎 我们的 肤权制 不会在乎 这些 我们肤权制 我们从哪里 开始说 我们首先 说那些 厕所吧 肤权制 我们肤权制 我们不在乎 你们女厕所 本质上 就不在乎 我怎么跟你证明呢 如果我们在乎的话呢 你们女厕所 和男厕所 哪一个会排队呢 都是都是 都是女厕所 会排队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在乎 设计那些厕所的 大部分人 或者是 他的体制 是肤权制 我们会说 好男性 八个厕所 女性八个厕所 男性上厕所快 我们不管 男性可以 可以站着尿 我们不管 就八个喝八个 对不对 你女性在那排队 我们不管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是二的人 我们肤权制 不在乎你们的厕所 这个你要 你要先搞清楚 如果说一个 保守的一个男性 跟你说他好像 很在乎你的厕所 你要问 说那 我们的厕所呢 第一 我们更别说 会在乎你们的安全 肤权制 你 你作为一个Turf 你要是真的觉得 好像一个 不好意思 一直有一种声音 我也管不了 你要 你要是真的觉得 好像那些 跨性变的那些 从男性变成女性的 那些人嘛 他们好像是一种 本来是 属于这个 肤权制的一些 男性 由于 由于 有那种 性欲啊 就打扮成女性 进女厕所 要去抢健你的话 或者是 甚至做手术什么的 就搞 搞得好像 他们是我们 负权制的一种卧底 对吧 大概这个意思 是不是 你搞错了 你严重搞错了 我们负权制 想抢健你 我们不需要 打扮成女的 我们压根都不需要 我被烦死了 这个声音 我操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